今天會看模擬卷1 其實它有告訴你,大約50分空中好做完卷1 因為這些題目可以少,只有32條左右 不過要留意一下,都是儘快的,不要拖延一個多小時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去看這份卷中間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中文和英文出現了一些問題 有幾條,開頭的幾條會有些問題出現 稍後會跟大家說 第一條我們發覺,其實我們上課的時候說 應該是水,如果整鍋水裡面X,就應該快點滾 整鍋水來講,因為它有一個對流出現了 但實際上為什麼答案沒有這個呢? 因為答案是C 原因其實這條題目就說 不是說全鍋水一起煮滾,是說某出現滾這個情況 所以在Y裡面來講,這些水因為它沒有對流 所以那些水都積在上面 所以其實Y上面的水會快滾一些 所以答案是C 第二條就告訴你,一杯茶和冰放在一起 留意一下這條題目一定是混合物 混合物條公式是什麼呢? 就是左邊我們會寫上 這個就是茶的溫度,能量的改變 而左邊就是冰那個 留意冰除了溫度改變之後 它還有一個給容量這個存在 所以我們有ML出現 然後看看這個有一點點錯 因為它沒有給茶的質量 它只是給了熱容量 它只是給了熱容量 即是沒有,是熱容量 即是等同於MC 所以這邊其實是3800 溫度改變是30度 另外一邊,茶的質量我們不知道 是M 就是C delta T C就是它給了4200 溫度差 由0度到多少度呢? 因為它最後溫度是55度 所以4200乘55 再加上M乘L 3.34乘10 5次方 得到結果之後 我們知道一粒冰是20g 所以質量除20g 就有幾粒 得到答案應該是10點多 所以答案就是B OK 之後跳下去了 第三條是不考的 因為它其實是歐斯的題目 它是關於一個叫做 壓力的問題 但是關於那個液體壓力 其實我們不需要考的 第四條一輪滑車 上面放了一個沉重的箱 而該滑車的車輪AP和Q 撐在地面 其實它這條就是 很明顯看到有兩個支點 這些是一些支點題目 即是說力渠 光環的地面 撞於車輪的力為90 為什麼我們知道它的力渠 因為它有兩個位 然後它也告訴你 其中一個軸的力 Q的力就是90 現在我想把它在Y上面 加一個力給它 而等同於90這個力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支點 然後我們就要處理 一個問題 究竟Y這邊 給了多少個力 才可以令它離開地面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90那個 給了多少個力 就是90乘1.2 現在我們要把Y代替 代替90這個力距 所以我們要知道 Y乘1.8就是答案 所以很簡單 就是90乘1.2 90乘1.2 90乘1.2 留意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要計 我們要計 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 問你增加了多少個重力 細能 它告訴你 在這個過程中 將它沿著水平面 斜上推動20秒 在這裡推動20秒 然後問你 那個箱的速度 與時間的關係圖 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知道 在這幅圖裡 我們有個力 力成什麼是能量呢 力成什麼呢 力成什麼呢 力成距離 距離是多少呢 我們要知道 10 這裡逛了20秒 總共它逛了多少米 因為這個只是速率 所以我們知道 這裡逛了400米 OK 在400米裡面 我們要知道 力成距離 即是5成 5成400 這樣就等於 2000朝二的能量 這裡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個也是 一些奇怪的東西 因為這個能量 應該等於2000朝二 但是它 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200朝二 所以 其實我相信答案 應該是它錯的 應該是A 或者它當作200 如果是W 如果是W 就對 OK 第六條 第六條 你會發現 這些碰撞的題目 我們經常去看 就是 一定是我們用過 動量手行公式 M1U1加M2U2 等於 M1V1加M2V2 你會發現 問你哪個是可能的 留意一下 會考題 已經出了很多次 問你什麼可能性 在 開頭裡面 我們知道 這個是4KG 這個是3KG 所以它的動量 開頭擁有的動量 就是16 減24 所以它之前的動量 應該是向左邊8 動量 是可以 那哪一條題目 呢 代上去的時候 我們得不到向左邊8 其實發覺 沒有的 因為這個 就是4乘2 這個就是4乘1.4 加3乘0.8 這個是4乘6.5 減3乘6 其實都可以的 但出現的問題就是 除了我們處理動量手行之外 還有什麼要處理呢 也要處理的 就是能量 這個動能 我們會發覺 之前的動能 跟之後的動能 我們一定要相信 一件事 就是 之前的動能 永遠都是 一定是大於 或者等於 之後的動能 你會發覺 有一條很奇怪的 就是這一條 之後的動能 突然大了很多 所以沒有可能 除非它無緣 又得到其他的能量 所以答案就是A 好 第七條 第七條也很簡單 就告訴你 有個小朋友 我們會拿起一個0.4kg的箱 它的加速度 把0.2g的小箱 垂直舉起 問你有多少力出現 我們拿起一個箱 假設有一個力 這個就是F 它的重量 就是0.4kg 即是我們所說 我們簡單用10來表示 所以有4n的力出現 現在我們要令它的加速 所以F-4 應該是等於MA 0.4 乘回加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是這個 留意這個g 其實不是代表了 那個單位 其實G 只是代表了 9.81這個數字 我們簡單來做 這樣就當是2 因為我們當是10 所以F就會4加0.8 所以大約是4.8 你會發現最近就是D 好,第八條 第八條 同樣都是 不過這條 其實某程度上 都比較難 就說一個力 推它落斜坡 那 那一幅時間關係圖 在這裏 因為粗糙的平面 你會發現 它開頭需要一些力 它抵上了摩擦力 我們寫第一條公式 我們想找回F 我們這條公式的關係圖 是什麼呢 就是F 向下的 MG-Sign 都是向下的 兩個加起來 減去摩擦力 就等於MA 所以就會看到 幅圖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 這幅圖裡面 什麼是 就是 什麼是摩擦力 或者摩擦力是什麼呢 其實 那個數字 就是這一堆 但在幅圖裡面 這個是 這個是 Y-Intercept Y-Intercept 是 Y- 等於 MX加C 留意一下 這個M和那個M是不同的 那 Y-MX加C 這個A 所以我們寫出來之後 我就發現 斜率是 斜率是什麼呢 斜率就是 1除 M 我寫好一點 都是 Y等於 Y等於 MX加C 所以我們發現 斜率 其實斜率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 質量的倒轉 優化質量 然後 後面那堆 就是 Y-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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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我們 新的公式 如果我們將它 向上推 向上推 唯一的改變 就是 MG-Side-Theta 改變了 我們兩個都要抵上 我們要抵上 MG-Side-Theta 抵上了F 才會等於MA 在這條公式裡面 A等於 F over M-G-Side-Theta F over M 你要發現 整條式裡面 斜率是不變的 因為都是 1 over M 但是現在變化是什麼呢 原本的Y的截距 原本的Y截距 Y的截距是 G-Side-Theta -F over M Y截距是哪一處呢 如果我們看看圖 抵上少許 Y截距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反過來 新的Y截距 就會發現 兩個都是減的 原本一個加一個一個減的 現在新的兩個都減的 所以 高屋的截距 的位置應該會再低一點 所以 圖文就是B 斜率保持不變 好 第九條 有個波 這條比較難的 它去到最高點 去到2億柱 並在T秒之後 返回地面 與此同時 它從地面 從相同高度 丟了另一個波 它經歷了抛體運動 這次不是垂直運動 這是抛體運動 它花了0.8秒 去到最高點 找一個T 現在的問題 問你 它究竟兩個之間 有什麼關係 兩個之間的速度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會打側抛多少 但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 一個就是2H 一個就是H 那麼究竟兩個之間的 初速度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找到的 垂直的初速度 我們知道 MGH 等於二分之 U而次 用U來表示 因為我們知道 垂直上去 留意一下 Y 全部都是Y方向的東西 那麼我們在這裏做事 我們知道 U就會等於兩個G 彩方 OK 那麼現在呢 我們要發覺 如果第一個和第二個 那個高度 是相差兩倍的話 那這個速度 會相差幾倍呢 那就是 代表了 如果我們 U1 比U2 的話 我們知道 U1是大於它兩倍 那所以 U1的 那個鏡 就會大於一個 開方2 那麼多倍 OK 因為 我們知道 H 代過2 之後 我們也讀過 就是開方2 那麼多 所以其實U1 比U2 大於開方2 那麼多倍 那麼現在 第一件事我們處理了 之後第二件事就是 那麼時間又會怎樣呢 時間呢 就是V 你會發覺 那個時間是一個線性關係來的 那麼 中速永遠都是0的 那麼去到最高點 所以 VU 就等於 如果A1 當作10 的話 就是 10 如果 開方2 那麼多倍 其實U 其實都是相差開方2 那麼多倍 那麼 所以 之後那個 告訴你 用了0.8秒去做最高點 那麼 所以 在之前那個 就是0.8 乘回2 那麼多秒 OK 所以 我們用了 上去的時間 就變成 1.13秒 那麼多 但是 現在我們要什麼 要在T秒 返回地秒 一個來回 所以答案就是D 一個來回的時間 好 第十條 在星球X的軌道裡面 一平觀察者 發覺 星球X的低軌道 衛星圍停留在半空中 那麼 星球X的自軌周期是多少 等等 這條 好像也比較麻煩 等等 這條 最後 因為其實不知道低軌道衛星的高度 所以其實 暫時做不到 我再看看 第十一條 物體以行速度繞圓形的問你誰最實不正確 一個行定的不平衡力 作用於一個行定的不平衡力 留意一下這個一個圓形運動裡面 我繞圓形 其實這個力 其實我們所說的 是一個不平衡力 但是這個不平衡力 方向其實是不斷地改變的 所以 一 就是錯的 二 就告訴你 動能是行定的 告訴你 行速度 動能是行定的 第三 向心加速度是零 向心加速度也不是零 MV2X over R 所以不是零 所以答案就是B 好,第十二條 以下橫波和中波的聚訊 各種的波可以產生一個註波 對的,橫波和中波都會產生註波 橫波是否一定是戰持波 當然不是,有水波 兩種波皆只要擾射 一定是對的 因為這個波的特性 所以一三 第十三條 上圖已經試一個註波到達最高位移的時刻 記住,到達最高位移 即是代表了這一刻他們是最高的 他們是正指的 無論P、Q和S都是正指的 然後上圖已經試到達最高位移後的時間 T等於0.1秒之後的模樣 其中T為波動T的周期 即是告訴你,其實有差一點 在最大位移之後 即是代表了它有一個再高一點的高點 只是在這個高點過了0.1秒之後的現象 問你,P和Q是否用相同的速度 沿著相同的方向移動呢? 其實也是 因為它們在一起向下移動 第二,R正是向下移動 R是不動的 第三,Q和S是否反向? 也是 這個下去,這個下去 所以是反向 所以答案就是B 第十四條 一架的潛艇X和Y 分別是在河床中4.5 和3公里的地方 向著一個地方發著超聲波 當X接收到兩個相距4秒的超聲波 問你海中超聲波的速度是多少? Y沿著水平方向發出一個超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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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沿著水平方向發出一個超聲波 一的就是這樣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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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兩個波的相距時間 就是6公里那麼久 6千米 用了4秒時間去打6千米的時間 所以很簡單,就是1500米 第十五條 一條鏡子垂直於小車裏面 二,一行鞋子坐在水平面裏面 位於鏡前2米的地方 這條也經常問 因為它有一個很取口的地方 小車隨後以速度都向著男孩方向移動 問你,即是一塊鏡子在移近 移近男孩裏面 問你,當男孩移近時是否漲會高 這個很容易覺得是大了 因為你覺得鏡子在向你移動 那你就覺得影像大了 其實不是的 因為記住,在平面鏡的世界裏面 漲高等於密高 什麼時候都對 所以無論是否移動 其實漲高仍然是沒有分別的 影像以速度60F移動 對的,因為它快鏡用30F 而快鏡後面的世界 都是對著快鏡來說的30F 所以總共60F 是否去到哪裡能夠看到全身的象 原本就已經看到了 所以無論如何移動都可以看到 所以特運就是2和3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怎麼看到人的全身的象 其實我們看的象 快鏡只要是人身高的一半 以及位置要放在哪裡 就是眼離地的中間一半 開始放到頭頂 去到眼中間一半的高度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本書裏面有清楚 講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傳統的三個型 所以我們看到 頭和眼的一半等於 上面的一半 和下面的一半 剛剛好,這個範圍就是二分之一 無論如何移動都可以看到 無論如何移動都可以看到 漲高是原本的三倍 我們帶回到公式裏面 我們知道 它說漲與原物之間的距離是12cm 漲與原物之間的距離是12cm 我們知道 即是 v-u等於12cm 我們代替 2u等於12cm u等於6cm 如果是6cm的話 我們代替公式裏面 1u分之1 u分之1 加1u分之1 現在是負數 因為它在後面 負十二等於1分之1 所以我們得到結果 就是 1分之1 可以 可惜沒有這個答案 應該有什麼問題出錯了 應該沒有 漲高是原本高的三倍 所以是 v-u v-u 所以這個距離是v 這個距離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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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應該是12cm 不是 sorry 應該是18cm 因為 因為 因為這個3u 不是2u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得到結果 就是2% 所以答案就是9 d OK 不好意思 第17條 沿透過一塊光山 沿著白光 問你 第一個光譜極大的角度位 紅色出現第一個極大的直是11.2 問你第二個光的頻寬是什麼 光的寬度 即是由紅色去到智色 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也挺長的 首先我們計算極大角度11.2 找一個什麼出來呢 找一個a a-sine-veta-n 而 could 用紅色來做 是1乘二 乘2 就等於 A乘以11.2度,我們可以先找A出來 我們找到結果是0.000036 我們找到0.0036是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找回,究竟第2級的2個飛塔是什麼 一個是紅色光的飛塔,一個是紫色光的飛塔 我們先用紅色光的飛塔 紅色光放進去,我們得到的結果就是 先看看 好,第一個光的角度是22.86 第二個是12.83 所以,如果他用三個月下數字,應該是A 第18條 第18條,就告訴你 當藍光打進半圓透鏡裡,我們得到一個減感現象 我問你,誰能夠最能表現出現象 我們要發覺紅色光和藍色光,這個都比較麻煩 我們經常都忘記了 紅色光的折射率比較高 還是藍色光的折射率比較高 我們看看一幅圖 這幅圖就是折射率的 剛才我下載了這幅圖 我先看看 我們會發覺這幅圖裡面 我們會發覺 藍色光的偏射率是大一點的 藍色光的偏射率是大一點的 紅色光的偏射率是小一點的 你記住,紅色光是大一點的 紅色光的偏射率是小一點的 藍色光的偏射率是大一點的 那現在藍色光的偏射率呢 藍色光剛剛很偏射到 去現了90度 即是全來反射 那紅色光會怎樣呢 紅色光的偏射率是小一點的 即是代表了紅色光 就不用做全來反射 所以藍色光仍然維持在這個位置是正確的 而紅色光會怎樣呢 紅色光也會出去了 所以有誰出去了 只有B和A 但很明顯是錯的 因為... 等一下... 這一個就是兩個都出去了 但為什麼紅色和藍色光會不同位置呢 其實是問題的 因為入射角的反射角 兩隻角一樣的 所以B就錯了 但紅色是A 第十九條 一個藍色像進行實驗 再學習焦距產生的像 密頭去拍一個屏幕裏面 問你以下的照片術是正確的 A part 第一 part 問題 該透鏡不能以發射光線取代 是人都知道不能夠用發散光線 發射光線是粒透鏡 粒透鏡如何形成像呢 第二 第二 U必定少於F 如果U 比F 會怎樣 如果你發覺 畫一幅圖 U很小 U很小 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就會產生虛像 所以 都是錯 所以 不能... 原來這個正確 然後 第三 U和V的總和 必定 不短於四個F 我告訴你 U和F 不短於四個F 可不可以短於四個F 其實 必定不等於... 嗯... 其實我們要發覺 我們做的時候 應該可以短於四個F 怎麼會不短於四個F 很小 例如是什麼現象呢 例如一幅圖 我們這樣畫下去 這種圖 我們要知道 如果這個F U等於二F 那麼 V的結果呢 嗯... 不短於...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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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和V的總和 必定不短於... 可以短於四個F 如果我們可以短於四個F 如果我們可以短於四個F 這個... 這個... VU等於U2F 就剛剛很大小 如果我們再遠一點的話 這幅圖 嗯... 就會可以... 可以近一點了 可以放回一個圖 可以試一下 用這幅圖 來... U分一加 V分一等於F分一 可以用這個來做呢 好... 先想想一下 等等... 剛剛看過呢 原來發現呢 當我們做到最小的那個 其實是U等於2F 其實已經是剛剛好四個招去的了 所以其實... 是否不能夠短於四個F 其實就是的 所以答案就是1和3 OK 這個呢... 剛剛講的那個... 到本書都沒有講到 所以... 其實這條... 不懂也是正常的 好... 第20條 兩個相同的大電金屬球 大電... 相同的大電金屬球 只是說大小而已 放在某一個地步 藏於Y的靜電吸引力是F1 原本兩個波在這裡 它們的吸引力是F1 而碰起來之後 再放回原圍 它們的新的靜電力是F2 我問你什麼呢 在X接觸Y之前 X和Y 但有相反 相同電荷的東西 但有相反 如果一樣的話 它電在一起之後 應該是零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出現有電荷 所以1是錯 但2F的力是一定少過F1 當然啦 原本零了 這邊有5 這邊有3 如果以為吸引力的話 一定是負的 吸引力之後 兩個加起來之後 只剩下2 2平方分開 兩個都是1 雖然這是一個排斥力 但那兩值一定是小了 這是對的 第二是斥力都對的 因為碰起來一定是... 碰起來一定是... 剩下的那個一定是同極的 所以一定是斥力來的 所以2和3的答案就是D 第21條 留意一下 經常都出現問題的 是將兩個串聯在一起 兩個串聯在一起的話 它是不是還有220V的電壓呢 就不是的 如果兩個在一起 就是120V 120W 但現在一個是多少呢 我們首先找一個R出來 每一次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得到的公式是甚麼呢 就是P等於V二次 P等於60 等於220的二次方 我們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 我們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電阻值是806 現在我們把它串聯在一起 所以新的電阻值就是 將這個數字乘2 等於1613 1613 我們用回剛才的公式 P等於V二次 就是220的二次方 隨時1613 所以等於30W 答案就是C 第22條 兩個相同燈彈 P和Q連接接6V的電池組 按賠的讀數 按賠的讀數是1A 那你問你會怎樣呢 例如它是理想的 因為有1A電流經過 第一件事是P 因為它是短路 所以P是不漏的 即是1A電流流經過Q 有6V 很簡單 即是要做6V 6V1A 所以就是6A5 做完 第23條 直接不用做 因為這條題目 等同於我們做實驗那條 那我就告訴你 我們隨著電線越長 得出來的電壓會怎樣呢 那當然是直線 V等於IR 第24條 不考的 因為記住 這條題目 這條是更加難的 不是正常的平率電腦 可以不做的 只有24條 第25條 現在問題問你 如果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用右手的壓拳定質 首先EI的磁場方向向向上 然後反過來 交叉的電流方向向上 我們都知道 兩邊的磁場也向上 我們叫B磁場 磁場線 但是也叫做磁通量密度 你記住 那條公式是什麼呢 B等於μ-Log i over 2πr 在左邊來說 我們得到公式就是 μ-Log 2i over 2πx 在右邊 我們得到公式就是 μ-Log 1i over 2πx 所以得到答案就是 D 3μ-Log i over 2πx 第26條 一個大電電子在裡面 但問你圓形路線 問你一個圈所需的時間是多少 那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 我們知道 這個產生出來的力 關什麼事呢 就是QA-B 我們會讓它產生圓形 圓形的公式 即是圓形運動 我們要看它關什麼事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 一圈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用m²R 為什麼呢?因為這裡有個周期出現了 再寫好些給你 然後呢 然後呢 將它 omega 2πx 我們有個周期出現了 轉一圈的時間是多少 那關什麼事呢? 關不關質量事呢? 沒有約到的 關不關我 關不關我 磁場的通量密度事呢? 哦 這個呢 因為我們做過程中 如果用omega二次 應該是差一點 我們不能馬上用這個來做 因為呢 因為 QA-B 也有個V 所以我們其實 也想先把V 先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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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和V 約了 那我們就沒有V QB 等於 M V OV V等於什麼呢? V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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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和R 都約了 所以又很美 所以 題目可以 QB 就等於 M 2π T 仍然是關於質量事 仍然關於磁度密度事 磁場的通量密度事 那就是B 關於電池市 也得關 所以答案就是D 1 2 3 第27條,一個電子通過一個均強電腸事務有編折,問你什麼意思呢? 電子速度平衡於磁場,即是電子在這裏流,磁場也在這裏流 那會不會轉彎?當然不會轉彎,我們用這個什麼呢? 我們用右手的廢林明,即是三隻手指的,就是FBI 我們要知道這三個關係,如果你全部水平的話,就產生不了力 所以一是可能的 第二就是告訴你,如果假設有一個垂直磁場,即是電子流經,有一個垂直磁場 但也有另一個垂直的電腸 這兩個電腸和磁場互相抵消,電力和磁力互相抵消,所以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可以忽略了質量嗎?你們都傻了,有什麼可以忽略質量? OK? 頭二十七條說完了,等一等 之後下一條就要開個,因為那個file太大了 要開另一版 最後兩版 第十八條,以下那個器材是關於使用到電磁效應呢? 電磁效應 電磁效應,就是由電產生了磁的效應 我們會發覺,電產生磁是揚聲器還是微音器呢? 微音器代表了咪 咪其實是透過你動,令到它產生電,所以這個不算是 跑車的速度計,速度計都不知是什麼,應該不關電磁事 所以答案其實是第一,透過電,令到裡面的膜不斷震 所以答案就是A 第29條,告訴你 這個發電機的線圈以行速速度轉 問你,哪個最實是正確的? 在試波器裡面,在途時的一刻 發電機的輸出的電限是零 你會發覺,什麼時候是零呢? 就是它的面積改變是最小最小的時候 在什麼情況之下,面積改變是最小的呢? 很明顯就不是現在,就是打動的時候 因為打動的時候,這個運仔去到最高點 其實它的速度就是零 所以垂直的速度是零 所以那一刻,那麼新的電力是零 但現在這一刻就不是的 如果線圈用更高速度旋轉,是否有更大的風值呢? 那倒是吧 現在第三,發電機所輸出的電流是交流電 這是一個交流電發電機來的 看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交流電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二同三 二同三就是D 第三十條,在一個位置裡面來說 遲通量改變,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產生出來的電動勢 電動勢等於什麼呢? 遲通量改變隨時間 遲通量改變隨時間 再說一次,遲通量改變是這個東西 等於B乘A 遲通量改變隨時間 現在到了,什麼改變呢? 遲通量改變還是面積改變? 遲通量改變 遲通量改變 沒有改變 2.4T 那就是面積改變 所以我們要看 這次的面積怎麼改變呢? 我先抽了2.4 它用了4秒時間去做一個面積改變 開頭的一個圓形來的 開頭的圓形就是 Pi乘以0.3的2次方 之後那個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正方形那個 我應該用之後減之前 寫好一點 之後那個應該是一個正方形 正方形的半徑是0.3 所以一邊的邊緣是0.6 0.6的2次方 減這個Pi乘以0.3的2次方 好,先按一下 我們知道 由圓形變成正方形 面積一定是不同的 前面是0.36 後面是0.32次 乘Pi 後面那個是0.28 好,答案是0.0464 所以答案就是A 好,之後這條很淺 就問你在過程中 射出來之後 有多少能量出來 我們要記得一個U是多少 一個U有九百幾 九百七十三的M2V 首先我們把之前的質量 看看中間少了多少的質量 很簡單 做一個減數 這個減這個 減這個 減完之後 看看有多少剩 減完之後 應該有0.006的U剩 所以把0.006的U 成為九百七十三的M2V 所以就等於五點八 五點幾 OK 好,之後還有32條 20日之後 今天的會約度是360 問你 問你 72日之前 72日之前 A-Log 現在的A 360 E 負 LetroLog 2 over 原本是20 LetroLog 2 over 20 就是K 我們用了日來組單位 留意 如果真的找K 如果真的問你K 有時不用日 請轉回用秒 那就成為72 我們得到答案 這堆東西都按完計算機 應該得到4370BQ 最後一條 33條 以下哪個是有二三八元素 裡面的調節劑的主要用途 其實就是將中置減慢 將中置減慢 令到它的中置 可以有一個適當的速度 去打入原子核裡面 有一個穩定的反應出來 吸收中指 就是一個控制棒 冷腳反應堆 也是一個壓水 但是我們所說的調節劑 也是水 但也有不同的用途 這個要留意 謝謝 說完了 這份卷